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表结构相关的添加主件 以及删除主件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表结构相关的剩下几个 我们一起来把它说完 首先来看一下 可以添加主件 我们也可以来添加唯一 添加唯一性约束 或者叫做唯一性 或者叫唯一所以也可以 可以添加呢 也可以删除唯一 那首先先看添加唯一 我们可以通过 Alt Table表明 通过I的关键字 同样的Construct Symbol 可以省略 Unique 接着呢 Index或者P 你也可以省略 所以名称呢 你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加上字段名称 那你可以添加单独的所以 也可以添加复合所以 那首先呢 当你不指定 所以名称的时候 这时候系统会以字段名称 命名成你的所以名称 我们可以先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最简单的形式 来添加一个所以 好 创建一个表 测试添加唯一 所以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写成一个user 到user12 然后 二 来一个id tiny nt 按send auto increment key 逐件 接着username字段 先写成一个VX 20 notnot 包括再来一个card字段 写成一个X 18 notnot 再来一个test字段 写成一个 X 或者VX 20 notnot 再来一个test1字段 X 32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这样一个表 创建完了 我们可以动态的 来添加我们的V1 查看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 user12 只有一个主件 那现在呢 我想把username字段 添加成我们的V性 约束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选中这个表 最简单的形式 alttable 表名user12 i的关键字 接着呢 你看到 可以省略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省略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直接来写 unique 加上你的字段名称就可以 add unique 括号 要给哪个字段呢 假如说username字段 当你这样写 当你这样写完之后 来试验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 成功 成功之后 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2 你看到username字段呢 已经是一个 V性标志了 那接着我再查看一下 创建 表实的详细定义 在这儿呢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unique key 它的所影名称是什么呢 username 哪个字段上添加的所影呢 username字段 所以说当你没有 指定所影名称的时候 系统会默认的 以字段名称为名 建立这样一个 所影名称 在这一块 大家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在 添加的同时 来指定一下 我们的所影名称 那这个名称 有什么用呢 当我们想删除所影 这时候 就会用到 我们这个所影名称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把这个car的字段 也添加成一个 唯一性所影 alt table 由则一样 add 这次我们把它写全了 可以写谁呢 construct symbol unique index 或者是key 加上一个所影名称 接着呢 再在这儿 来写上你的字段名称 即可 那现在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add construct symbol 加上你的所影名称 所影名称呢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uni 下滑线 card unique key 注意 这一块 所影名称要放到前面 放到这儿 接着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给谁呢 给card的字段 你可以选用key 也可以选用index 再来实验一下 哦 所以名称 还是要放到后面 没有错啊 这块是写错了 还是在这儿 看到 unique key之后 再来你的随意名称 这个呢 就不会出错了 alter table uni add construct rent 这块 放到后面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成功 接着查看一下 des一下表结构 user12 你看到 在card字段 它也是一个 唯一性所影了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查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表明user12 你看到 unique key 按照你起的名称 随意名称 来显示 card字段上 添加的 注意 随意名称 还是要放到 我们的这个 unique key 或者index 之后 来加上你的随意名称 接着呢 是给哪个字段 来添加你的 唯一 所以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添加 复合这种 唯一 所以 也可以 接着呢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给这个test和test1 添加一个联合的 所以 alter table user12 add add construct 你可以省略掉 trant symbol 标志 unique 写成一个index 起身一个名字 写成一个mul uni 或者写成一个test test1 接着给哪个字段呢 test字段 test1字段 写成一个mul uni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随意名称呢 也需要起一个 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 是哪个字段添加的随意 那接着你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2 你看到 形成的是一个复合缩印 mul 那接着呢 这两个字段 是我们的联合缩印 show create table user12 在这你就能发现 这是你的缩印名称 哪两个字段呢 test字段 test1字段 这样的形式 来添加我们的 唯一缩印 同样的可以添加 唯一缩印 我们也可以删除 唯一缩印 那删除唯一缩印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语法结构 alt table 表明 job 你可以写index 或者选择一个key 加上你的随意名字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就来 把刚才新添加的这几个删掉 alt table user12 job 关键字 删除一下谁呢 username job index或者是key 加上username 这是删除 唯一 所以 首先 你看到这 在这呢 还有这个username 接着你把它删掉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name这一块 唯一性 已经被删掉了 同样的 我们再删除一下card 包括test 在alt table表明user12 job t 加上一个unicard 接着再删除一下 user12 job一下 p 写上一个mul unicard test test test1 把这两个语句执行一下 这两个唯一性 所以也被删掉了 来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2 这时候你发现 刚才的唯一性标志 是不是都已经被删掉了 对 没问题 删除的时候 通过job关键字 加上p 所以名称 即可 这是来添加 包括删除我们的唯一所以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键表的时候 通过unic 来指定一下某个字段 是一个唯一性约束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剩下几个比较简单的 修改表的存储引擎 那现在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ilt table 表明 engin 等于你的存储引擎 引擎名称 来指定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show create table user12 你会发现 默认的存储引擎是inodb 那现在我想把它改成 满sam 这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语句来实现 修改 表的存储引擎 为 满isam alter table 表明 接着呢 通过engin 等于满isam 即可 来实验一下 成功 再show一下 你会看到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满isam 同样的再把它变回来 等于inodb 大写小写都可以 再查看 又变回我们的inodb了 好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干嘛呢 最后一个 其实我们之前也写过 在讲自增长的时候 就设置过 修改我们的一个自增长值 首先呢 你想修改自增长值 一定要保证 我们表中 有字段是自增长的 alter table 表明 auto increment 等于一个值 这样的形式 来修改我们的自增长值 那接着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 自增长值 alter table 表明user 12 auto increment 等于100 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成功 show create table 你会发现 自增长值 不是从1开始了 而是从100开始 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较简单的命令 那重点呢 就是添加为1 包括删除为1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 今天这节课讲到的 这4个语句 来尝试一下 好 那跟我们表结构相关的 这些命令呢 我们就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是通过命令来实现 等以后呢 我们通过工具 可以很快速的 就帮你实现这些操作 但是呢 最好还是先把这些命令 敲熟 因为不难 记住了 你就会写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